好的 四川乖亚的朋友们 现在呢 蔡徐坤已经来到了节目的现场 大家现在即将要走红毯了 那么现在正在直播呢是2018的这个网络视听年度颁奖盛典 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嘉宾蔡徐坤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一会儿呢就要进行一个走红毯的环节了 好 我们看能不能让蔡徐坤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看一下 哈喽 你好 方便跟观众可能打个招呼吗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昆冠 好的 非常感谢来到我们今天现场 希望一些顺利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么其实呢我们也不想说过多的去影响他们的这个走红毯 也希望他们能够稍时休息 一会儿一切顺利 刚才我们在电视台的门口呢也看到了很多蔡徐坤的粉丝 都蹲守在门口 为他们的爱豆大喊主威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梦想能够成真了 如果他们此刻正在看直播的话 我想他们会对他们的偶像会说些什么呢 可能用简单的言语已经难以言表了 但是我相信他们激动的心情啊 还有热烈的氛围 都是我们此刻都能够感同身受的 好 四川观察的朋友们跟大家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为大家直播的是2018网络试听年度颁奖胜品的现场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走红毯的环节 画面当中呢就是蔡徐坤啊 一会儿呢他就会走上红毯 然后给大家一个精彩的亮相 在红毯环节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颁奖盛典 颁奖盛典就在我身后的SE演播室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场内 好 现在蔡徐坤呢已经要得太开始走红毯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粉丝们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啊 都拿着手机在拍照 然后在用手势比着一个 类似于一个E的手势 我想可能是他们内部一种交流的暗号 虽然说我们作为一个外行看不太懂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粉丝对他们的爱 那么 哇 蔡徐坤的头啊往床边一瞥 然后旁边的粉丝就已经非常的激动了 那么 好的 蔡徐坤开始走红毯了 但是 这边的粉丝就会走红毯了